接下來方才老師要介紹這個題目 說數列AN裡面已經知道A1等於1 AN等於4倍的AN-1加1 那N大也等於2 請問AN等於多少 好 那其實如果沒有這一項的話 如果只是AN等於4倍的AN-1 那這個是後項等於前項乘以4 後面那項等於前面那項乘以4乘以4乘以4 這個就等比數列嘛 對不對 如果比如說第一項是1 再來乘以4 再來再乘以4 是不是一個等比數列 所以如果只有這樣 它就是一個等比數列 好 那如果沒有這個4呢 如果只是加1 後項等於前項加上一個數 第一項是1 那後項再加1 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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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個等差數列 所以這樣子是等比數列 這樣子是等差數列 那現在它等差等比都有 那這種題目比較麻煩 如果等差數列 我當然很快會算 等比也是 那等差又等比的方法呢 它也很固定 很簡單 先把它變成一個變相的等比數列 那你要注意喔 怎麼樣子叫變相等比數列 就是說這個基本上是一個等比數列 但是它會差一個常數 有一個固定的常數 那固定的常數 就是我們還不知道它多少 假設它k 假設它減掉k 減掉k 會變成等比數列 那依照這個式值 因為這是4 所以這裡一定只有是4 不可能是別的 就是說從這個式值化成這樣的話 那這個一定是4 因為這個比例 係數的比是這樣 好 那k會等於多少呢 其實也可以求出來 怎麼求呢 就把它承開 承開以後再比較西數 那你會比較出來 它是有4倍的an-0 要減掉4k 可是這個-k一過來 減4k再加k就減3k 所以這個式值變成這樣 這式值是從這裡來的 你比較一下an相同 4倍的an-0相同 加1就要等於-3k 所以-3k會等於1 那k這個時候就是-3分之1 就可以嗎 好 那k是-3分之1把它帶進來 負負得證就加3分之1 就加3分之1 所以這個式值就可以變成 是一個變相的等比數列 變成an-3分之1等於4倍了 an-1加3分之1 就這個如果叫bn的話 這個是bn-1 那bn就會等於bn-1乘以4 它就是一個等比數列 那這個是用乘的 那我們把它通通一樣寫出來 就是把a2帶進去 那就變a1 把a3帶進去 那就變a2 把an帶進去 這才是an-1 所以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是用乘的 我們這裡就用乘的 如果這是加減 我們這裡用加的 這是乘除 那我們這邊 基本上它如果是用乘的 我們就用乘 全部都乘起來 全部都乘起來 這邊就會從a2加3分之1 乘以a3加3分之1 一直乘到an加3分之1 那這邊乘起來 也會有a1加3分之1 a2加3分之1 一直到an-1加3分之1 然後 這個部分 從a2到an-1 這邊也有a2到an-1 所以兩邊同除以這一項 就可以把這一項約掉 好 兩邊都除以這一項 就約掉了 那 這個在乘的時候 到底有幾個4相乘呢 好 這裡第一4 第二4 一直到dn-1 所以這裡只有n-1的4 所以乘出來會有n-1個4在乘 所以是4的n-1次方 還可以嗎 好 所以你會得到an加3分之1 會等於4的n-1次方 乘上3分之1 然後a1加3分之1 可是a1告訴你是1 這一個數字 1加3分之1就是3分之4 3分之4再乘以 這個4再乘以卡進去 就會變成4的n次方 所以是3分之4的n次方 那an加3分之1 會等於 an加3分之1 會等於3的3分之4的n次方 那把這個移過來 所以an就會等於這個-3分之1 這個-3分之1 那同樣的我們應該是分兩步 一個a1 一個這個n大1等2 然後我們一樣看a1等1 n等1的時候 會不會跟它相等 n等1代進去 3分之4-3分之1 3分之4的n次方 -1跟它相等 所以可以合併 合併出來就變成 直接寫這個式子 所以就是 寫出來就是 3分之4的n次方 -1 然後所有的n 屬於次方數都對 好 看看這樣有沒有問題